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创作养分的大致来自哪里 还是来自生活中的一些所见所闻 还有一些自己去过的地方听过的故事 主要是一些结合自己的一些经历 像《城市傍晚》还有《洗头》这首歌 会有一些自己的生活场景 之前平凡的一天发布的时候 你有提到过像李嘉老师制作 让音乐跳出了这个时代的局限性 现在你做音乐还会考虑这个吗 现在嘛 现在好像没有考虑那么多 那考虑更多的是什么呢 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表达够不够准确 就是在音乐上有没有想要把自己的 想要表达的东西完全地表达出来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我一直都是以我自己为出发点去写一些东西 这次的不同可能是视角的问题吧 可能除了对自己本身的剖析之外 会有一些是看到的 向外看的东西 又娘指南这个名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其实它是里边一首歌的名字 而且整张专辑所有的歌曲 在不同的程度上都会有一些出发 有一些旅程的一种概念 《我的人生走》这个阶段 也是处于一段旅行刚刚开始的一个阶段的总结 这张专辑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就特别像六鸟刚刚飞出来的概念 那现在在工作当中还会有这种幼鸟的心态吗 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 因为你要不断地有新的尝试 就会总会有自己之前没有试过的领域 不管是其他的工作还是音乐也好 都会遇到新的挑战新的尝试 这个时候就会有 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 是因为之前经历过一些自己不擅长的时候 产生的这种心理变化吗 好像也没有因为具体某件事 就是忽然想写 所有的歌曲其实都是这样的 它不是说我今天一下在某个情形下 我就可以写完它 就可以完成到最后的样子 其实不是的 一般傍晚的时候你都会在做什么 傍晚很短暂还是在家里待着吧 这首歌当时上线了之后 就戳中了很多打工人的这种心理的写照 你会关注大家现在网上所说的打工人的不义吗 还有什么所谓的996啊 内卷啊 躺平 你知道这些的意思吗 我知道 对 因为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吧 不是因为看到这些写的 确实是你自己要有感受你才能写 我一直都很喜欢傍晚这个时间 它让我有很多情绪 毛老师是歌手 是艺人 但其实也算是戴野号的打工人吧 不敢这么自称 我就是我自己吧 你爹是什么打工人 打不打工 我觉得你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但是产生的情绪其实是大同 每个人都大同小异的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都会有一些压力 而且我觉得很多事情不一定是工作带来的 有很多是来自于人际 来自于对自己未来的迷茫和不确定 我觉得不管是出于什么岗位都会有的烦恼 我觉得大家是因为从这首歌里找到了他自己 而不是他得到了一首为他写的歌 这就是音乐应该有的一种一个力量 写歌就是这个过程 当你过了兴奋期之后再看 而且尤其是经过反复的听 反复的确认 会有一些麻木对这个歌词 甚至会有时候觉得有很多遗憾的地方 每一首都有 从不完美人生只来到又秒只来 就和《荒嘴十一》的合作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我觉得他很自由很灵活 他的想法也很多巧思 感觉他做音乐非常的快乐 这次专辑合作的时候就会更深入的 更深入一些 时间也更长一些 对老师的了解和他的沟通也多一些 如果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来形容一下 他的这个理念和风格会想到什么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温柔又认真的制作人 那你觉得你们俩的结合如果用一个词呢 用一个词适合吧 走进平凡真实的生活 对音乐创作是非常重要的 那有什么方法能让你同艺人这个角色 迅速能转换到这种普通人的角色 就是你不要拿自己当艺人就行 我写歌的时候没有什么站在一个明星的角度去写它 我觉得就只能还是按照自己的当下所处的状态和那个感受去写 因为你的变化确实会已经发生了 不管是你年龄的变化还是成长 还是周围环境的变化 它既然已经发生了就不要回避它 没有必要硬去把自己 假装自己还是以前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不诚实 写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评想期 有生活比较无聊的时候 或者是工作太忙 没有太多时间用来感受生活的时候会有 我觉得是不是忙碌吧 就是你的整个生活状态 没有办法激起你太多的情绪 在你的脑海当中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未来 创作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和蓝图 我没想过这件事 还是到时候再说吧 好像更年轻的时候 晴朗和笑容却是比现在更多 没关系他们拥有的我也拥有过 那现在疫情逐渐好转了吗 有没有机会去安排一下 线下的演唱会啊 线下的活动 我很喜欢演唱会 然后后续陆续已经会有一些音乐节的舞台 演唱会的话 希望可以在今年下半年陆陆续续地开 但是还在筹备 台上演出或者这种现场 觉得跟录音棚有什么不一样 现场因为现场比较能够直观地感受到 观众朋友的热情都喜欢 录音棚你可以有很多很细节的磨合 但是现场可以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也好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 最后如果要是选出这次新专辑的一首歌 推荐给大家会选哪一首 新专辑我个人在主打歌里外很喜欢一首歌 叫做缝隙之人 他的选题比较特殊 讲的是像我们这种 跟大家不在一个 有时候会不在一个节奏里的人的心里的状态 还有那种可能会遇到的生活场景 我觉得是一首比较怪的一首歌 但是在黄冬老师的制作之下 它现在给人感觉是非常非常浪漫的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首歌 马老师的歌曲发了至今 听众也会有一些数据 可以来预判一下 我们的排行榜上面最受欢迎的前三首会是哪三首 不是才发了三首 以前所有的 以前那个可能像我这样的人吧 排名第一 像校囚像我这样的人 或者是木马城市 男女的轻重占比会是怎么样 新歌发布之后可能女孩多一些 年龄你也可以猜测一下 年龄你也可以猜测一下 19到22吧 刚才是19到22吧 城市呢 我没有猜测的 真的 这个对我来说真的不重要 男的喜欢女的喜欢 哪个城市喜欢 只要有人喜欢我们就心怀感激 写歌的时候也没有具体说一定要去迎合什么 你迎合不了 因为